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秩序升温 联合早报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15号新增1568起本土确诊病例 和18491名的无症状感染者 总计有2059例的确诊个案 当前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仍然是广东 广东15号新增564起本土确诊病例 和6215名的无症状感染者 广东省在当天发布了 关于优化调整隔离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 要求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管理措施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期间不得外出 高风险区外议人员进行7天居家隔离 高风险岗位人员进行5天居家健康监测 虽然疫情持续升温当局出台封控措施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不少中国民众已经忍无可忍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广东省广州市最近疫情形势严峻 而在被重点封控的海珠区 14号区内传出有多地爆发民众抗疫 还有特警到场镇压 当天晚间在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广州 有多数民众示威抗疫封城措施的影像在网络热传 其中包含了海珠区的陆江大唐康的村 以及天河区唐下小区等等都有民众抗疫 还有微信群公告提醒人们 海珠区部分城中村出现暴动 晚间不要晚出 并且要特别注意区政府和珊广场 聚德花园 坚珍花园以及陆江那边 根据网络影片显示 大批居民无视当地严格的封控命令涌上街头 用于封控的围栏、挡板被他们踩在脚下 也有镜头显示 大批警车在路上飞驰 以及特警人员在现场镇压民众 还有人被打得鲜血直流 也有警车被民众推翻 另外警方还出到了高压水柱镇压 官方通报则表示 事件起因是由湖北到当地打工的外省人 拒绝透过政府提供的平台购买物资 要求政府免费派发 并且又要求租业主减租免租 同时要政府解决他们回乡自费隔离的费用问题 以及在当地隔离给予每个人每天200元人民币的补偿 中国今天又有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采取严格的防疫管制措施 综合报道指出 重庆市卫健委网站16号中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藏鲤鱼人员出行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重庆市民非必要不鲤鱼 非急需不鲤鱼 重庆城市有3200万人 逐城区2100万人 连日来疫情徒增 15号临时至24时 新增126例本土确诊 以及2688例无症状感染 全市目前有2322个高风险区 在不断翻身的染疫人数之下 当地政府再度挤出风控政策 从欧洲大之后 外界不断期盼 中国能早日步入与病毒共存的防疫阶段 但是复燃的疫情却让一切变得更加困难 究竟中国何时才能够迎来真正的解封之日呢 中国新闻报道 2022年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 14号下午在上海开幕 在圆州讨论中 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主持话题讨论 对话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 以及蒋华良 以及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院长董成 三个人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文宏指出 很多人对未来中国走出疫情有更多的期待 最终走出疫情靠的是科技 张文宏在主持话题讨论时说 最近随着中国防疫20条的发布 很多人对未来中国走出疫情有更多的期待 他指出 最终走出疫情看的肯定是科技 但现在生物医药所做的那些贡献 是不是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支撑呢 他相信中国是有能力来支撑整个抗疫走出疫情 陈凯先则表示 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走过了从仿制为主 逐渐走向自主创新发展的过程 他表示 过去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薄弱 后来实施了推动创新药物研究的重大科技专案 促进新药研发 董成也在讨论中同步提出科学的重要性 他声称 不仅有人类健康共同体 还有科学共同体 他表示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品 不仅是为中国人制造的 也是为世界大众 中国的创新目标不光是为了中国的病人 不光是为了解决新冠疫苗等挑战 中国是为了全人类能够走出疫情 在这方面 他觉得中国还是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 习近平的权力超过了近三十年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 现在他正在把重点 转向加强中国的对外关系 准备应对不断加剧的中美竞争 而且情况在G20峰会上是格外的明显 总和报道 G20峰会第一天 中国国家首席习近平就一口气和八国领袖会面 除了与韩国总统尹习越讨论约束朝鲜挑衅行动之外 也在中澳关系恶化之后 首次的与澳洲总理展开对谈 中澳两国因为人权台海等等意见分歧 杠上多年 彼此采取多项贸易制裁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这一次与习近平对话 针对两国贸易提出关切 会后形容双方沟通成功有建设 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中澳就算破冰也很难重修就好 澳洲智库也警告 澳洲必须照顾自身利益 不要因为与习近平见面就松懈 CNN记者就举出 中国试图和其他国家融冰 但中澳关系已经严重破坏多年 这次只是缓和紧张的第一步 峰会上要和中国讨论如何稳定双边关系发展的 还有韩国 在美国拉拢加入芯片联盟 以及部署萨德等等背景之下 导致中韩关系紧张的这一次两国援手会面 韩联社报道 林锡悦特别呼吁北京援助朝鲜的军事威胁 但是没有提到台海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藉由基尔林峰会在与拜登会面后的隔天 习近平一口气与韩国 法国 澳洲 西班牙 塞里加尔 南非 阿根廷 荷兰 一共八国领袖会谈 其中与法国 西班牙元首见面时 都有谈论到欧乌战争 习近平积极地拓展外交 被外媒解读是借策稳住国内 因为中国疫情所引发的社会不满 和经济疲弱等等压力 中国肢解跳动旗下的TikTok 在前总统川普主政时期 就受到华府的关系 担忧其是否具有国安疑虑 这也是美国社会近来争辩不休的议题 而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有的定论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本月15号表示 该局对TikTok有国家安全担忧 目前这家中国公司正在寻求美国政府 批准其继续在美国运营 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关于全球国土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 联邦调查局对抖音的担忧包括 中国政府可能会用它来控制 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搜集 雷在回答问题时表示 还有人担心中国政府可以控制推荐算法 该算法可用于影响力操作 或者控制数百万台设备上的软体 这为从技术上损害个人设备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雷在说面证词中表示 外国间谍活动和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 是对美国的思想 创新经济安全的最大长期威胁 但是他拒绝在公开会议上 回答议员关于中国政府是否一直在利用抖音 搜集美国公民数据的问题 其实早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时 就曾经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行 但是字节跳动提起诉讼 成功的阻止行政命令实施 而如今FBI的表态是再次将TikTok 国安疑虑的问题推上台面 除了FBI局长的表态之外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委员卡尔 本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美国政府应该要禁止TikTok 他提到自己不相信 又除了禁令以外的任何处理策略 并且引述媒体近期披露的消息称 任职于TikTok的中国工程师 能够取得美国用户资料 包括电话号码和生日 卡尔也补充 对于TikTok禁令的看法 主要源自于自己过去 在中期对美国电信网络 所带来的影响当中得到的经验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已经采取多项措施 限制或禁止 与中国有关的电信公司 在美国销售设备或服务 理由是这些公司 可能被迫向中国政府 放弃他们持有的美国通讯资料 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科技和公共政策计划主任 路易斯也指出 这种情况实际上与TikTok无关 而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中共在间谍活动上 虽无忌惮 投机取巧 因此不信任也是合理的 路易斯表示 对于间谍机构来说 社群网站页面 是个人详细资料的重要来源 情报现在是一种大数据比赛 随着TikTok影响力不断成长 以及美中之间的地缘紧张 政治局势依然存在 对资料和隐私的担忧 可能会持续存在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当地时间15号晚间 正式的宣布 将角入共和党党内的总统提名 也意味着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正式开炮 中央社综合报道 尽管川普被许多人认为 是共和党中期选举 表现不如预期的罪魁祸首 但是他仍然如原先规划的 在位于佛州的 海湖俱乐部宣布参选 川普向大批支持者表示 为了让美国再色伟大与荣耀 他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但共和党中期选举受挫 让川普的共和党 共主地位受到挑战 在选举结果 逐步明朗之后 越来越多过去力挺 川普的传统保守派媒体 名嘴 共和党内部 金主 都公开或私下表明 不乐见川普参选 川普的副手 有意参加共和党 总统党内初选的 前美国总统彭斯 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主持人 穆尔访问时就表示 未来会有更好的选择 彭斯本人对于2024年的计划 一直都是含糊其词的 但他向来被认为是共和党总统初选的潜在人选 但他若是正式宣布参选 几乎势必会遭到川普的强烈反对 除了川普与彭斯之外 包括德州参议员克鲁兹 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驻联合国大师海利 维吉尼亚州州长杨金等人 也都传出有意进逐共和党总统签选人提名 但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 是刚刚压倒性连任佛州州长的迪尚特 他不仅以高出对手近20个百分点的选票 拿下胜利 还成为20年来首位翻转民主党传统票仓 迈阿密戴德逊的共和党人 高票当选的背书 让迪尚特更现总统候选人的气势 国会山庄报报道 迪尚特15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对川普近来的批评有何回应时 他是自信满满地表示 他专注于结果与领导力 他只想告诉人们 去常看上周二 也就是投票日的几分牌 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最新潮 亚洲七人篮球赛 勿播苑龙光贵香港事件持续延烧 香港特首李家超14号表示 即使主办单位已经致歉 不过此案含有政治目的 要求港警彻查是否涉及违反香港国安法 以及国歌法 并且为此约见韩国驻港总领事 中海媒体报导 香港篮球队13号在韩国人船参与 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第二战的赛事期间 发生一段插曲 比赛之前依照惯例播放两支球队的国歌 不过主办机构亚洲篮球总会 却误播了反送中歌曲 愿龙光归香港 最终香港球队在决赛之中 以19比12反胜韩国 颁奖典礼时 大会已经播回正确的中国国歌 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此表示 虽然主办单位已经盗窃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场播出的歌曲含有政治目的 因此依旧会调查 此案是否涉及违反香港国安法 串谋违反国歌法等其他条例 并且去信要求香港篮球总会 提交调查报告 港府发言人表示 国歌是国家象征 主办机构有权力确保 国歌得到应有尊重 并且对主办机构 亚洲篮球总会表达极度不满 同一天香港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也主动约见 韩国驻港总领事 就事件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 要求韩国方面 彻查事件跟追究责任 香港政治派纷纷谴责 拨错国歌事件 质疑背后有人策划 立法院议员何君堯更批评 香港球队队员在听到 错播的怨荣光归香港时 毫无反应 使国家受辱 是彻底失败 应该解散香港篮球队 不过韩国日报 英文姐妹报韩国时报指出 该报记者向韩方人员查询时 获得的回复是 主办单位曾经要求 每个国家提交国歌 给他们在比赛之中播放 不过香港并未提交 因此主办单位人员 才会在网络上搜寻香港国歌 而记者实际查询之后也发现 怨荣光归香港 比起义勇军的进行曲 更早出现 排名更高 而对此香港网友 疯传怨荣光归香港原始影片 有人回应 真感动 真的香港国歌 终于被认证的 真的好感动 这首国歌得到世界认同 还有人说歌没有错 是起身错了 中国全国侨联会副主席 卢文端指出 香港零加三路径检疫安排 其实已经是变相的零加零 但是没有直接称呼为零加零 是要顾虑到中国内地的感受 避免以为香港完全不设防 对此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每个人理解不同 重点不是零加级 而是不断的优化防疫政策 总统媒体报导 李家超在行贿之前表示 每个人对零加零防疫政策的理解 并不一样 他不会再讨论香港 陆境措施是零加级 他还形容目前的防疫政策 他强调政府会在管控疫情风险之下 尽量减少限制措施 并且会针对重要经济活动 或是国际盛事来制定特别方案 包含容许陆境团实行 团境团出的安排 至于跟中国内地通关进度 李家超表示 内地疫情数据有提升的趋势 香港在联防联控上有相关责任 要在确保不会增加内地风险情形之下 商讨两地人员往来的方案 其中包含逆向隔离 如果方案成功的话 日后可以再考虑扩大计划 他在访问之中表示 跟内地商讨逆向隔离还没有进度 不过香港将会做好闭环式的释放 来争取内地同意 最了解罗文端在明报撞文指出 香港在现在入境检疫的零加三安排 也就是取消酒店检疫 只是要三天医学监测 经过各种优化之后 实际上已经是变相的零加零 之所以不能称之为零加零 是为了顾及到内地的感受 以便更好跟内地入境安排 互相衔接 方便香港人进入内地 这也是许多香港人所期待的事情 不过他表示不可以将动态清零 跟放松入境检疫对立起来 他认为香港大幅放松入境检疫的安排 不仅得到北京中央的大力支持 而且还发挥了先行先市的效果 同时国际市场调查公司 发布有关中国内地九大大湾区的城市 大概1500名消费者调查报告 了解他们在疫情之后的旅游跟消费预测 包含对旅游景点消费项目跟金额等预算 为本地商家迎接商机做好准备 调查之后发现高达84%大湾区消费者 有意在边境重新开放时出游 其中52%受访者表示 香港依旧是他们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而且首选景点则是迪士尼乐园 以及海洋公园 在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之后 美国制裁香港相关的官员 但是英国并未跟随 近日有组织就向英国外相提供名单 要求冻结他们的资产以及拒绝入境 同时港区国安法实行超过两年 听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呼吁 北京明确港区国安法的红线 让香港人可以疗愈社会的裂痕 并且持续前进 综合媒体报导 一个海外香港人组织崇光同队 向英国外交部提交报告 指控香港政府以及警方 在处理2019年大型示威之中侵犯人权 要求英国制裁16名高官以及警务人员 报告引述数据2019年示威期间 发生的重大事件 例如7月21号 白衣人在元朗地铁站殴打市民 警方围攻理工大学等相关事件 以及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的进度 只靠香港警方做大量拘捕 使用过度的武力使得市民受害 反对建议英国外相就镇压 2019年示威来制裁多名香港官员 包含现任特首李家超 财政司司长陈国基 政治跟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保安局局长邓炳藏 保安局副局长卓孝叶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前律政司司长郑洛华 以及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团队也建议制裁多名香港高阶警务人员 包含警务处副处长刘次慧 以及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贵华 还有三位来自英国的警官也被点名 分别包含陶辉 庄定贤 以及薛正廷 同时港区国安法实行超过两年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呼吁 北京明确港区国安法的红线 他说国安法难处在于 大家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教育工作人士 社工甚至法律界都面对障碍 专家跟执法人可能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 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界限在哪里 这样才可以知道如何表达自己 他也提到香港现在最大的危机 是不同群体只考虑到自己的定义 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忽视年轻人的错白感 香港财政司司长长茂波预计 今年财政年度入得超过千亿元的赤字 再所难免 不过香港大概八千亿的财政储备 并不是少数目 他直言环境不好时就要拿出来用 称经济保就业使市民心安 纵海媒体报导 港府11号公布本年度的第三季修正经济数据 维持日前临时数据 也就是经济收缩扩大至4.5% 而反映通膨的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也在第三季对升到1.8% 统计局表示考虑到今年前三季的实际数据 以及短期前景欠佳 会把今年全年实时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 第二度大幅调整至-3.2% 有关调整接近市场估计的上限 此前刚复二月公布财政预算案时 今年GDP预期为增长2%到3.5% 八月复减时已经下调至-0.5%到0.5%之间 本次第二度下调是因应市场情形 司令机构分析员近日最新经济增长预测 大概都在-1.1%到-3.7%之间 平均大概是-2.8% 对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3号出席商业电台节目时表示 今年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事到不好会使得公司利率税微缩 股市楼市相对淡净 也会使得印花税跟卖地收入大减 所以今年赤字铁定会更高 1000多亿元再所难免 他在年初公布的预算案之中估计 今年财政赤字大概是563亿 也代表今年财政赤字会比预估至少多了一倍 但是他认为有8000多亿元的财政储备已经不少 环境不好时就应该要动用 市民生活压力大就需要成经济保就业 他又表示第三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的不好 对今年经济发展不敢乐观 但是也不需要悲观 因为外围经济变坏或是高息环境 加上跟内地跨境运输尚未完全恢复 才导致香港出口跌幅较大 至于在消费跟投资方面 分别有消费券跟公务工程的支持 表现大致平稳 他又指出港府一直视乎情势 逐步放松防疫限制 社会过去一直在郁闷 放松路径检疫措施之后 出民出外市民出外游玩也是好事情 他说外出游完之后心情变好 回到香港消费都会比较大方 同时也呼吁公众留在香港消费 保证基层就业环境 说到全球疫情 恶物战争等多重因素冲击 美国联总会今年3月以来 启动升级循环 在美元不断走强之下 港币因此承受极大的贬值压力 香港金融管理局陆续承接 30.54亿港币卖盘 总计今年5月以来 已经进场40次承接港币卖盘 直接导致香港银行流动性打降 香港金融管理局从2022年5月以来 已经进场多达40次承接港币卖盘 使得外汇存抵减少6250亿港币 跌幅达到16% 光是在今年10月份 外汇基金的境外资产就减少了138亿港币 至34617亿港币 不过彭博社指出 香港金融管理局本月15号 又承接30.5亿的港币 确保港币汇率维持在 1美元对7.75到7.85港币的交易区间之内 金管局表示 本次操控将使得11月8号 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额降至969.77亿港币 跟5月中旬相比 半年以来 香港流动性结余已经减少超过70%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开始在1980年代 当时香港正值中国跟英国就主持问题谈判 陷入僵局 为了稳定货币 香港实行联汇制度 这也被认为是香港过去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 不过美国今年加大大幅升起的力度 导致港美利差不断扩大 资金逐渐从港币流上美元 11月7号时 美元对港币为1比7.85 已经触及港币陆方暴政水平 而受到疫情跟地缘政治的搅局 香港第三季GDP下滑4.5% 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糟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港股从2021年下半年之后持续探底 恒生指数如今跌至1万6千点上下 过去一年跌幅更是超过30% 不过失落的投资多元资产团队近期预测 指出相较于新兴市场更应该去交再优质股票 而香港中国股市也渴望有表现机会 另外是新兴市场于2022年普遍表现不佳 但是与其香港中国股市有机会在明年回归均值 并且表现领先 因为香港恒生股市之中的企业相较于新兴市场的企业 其预估盈予已经触底 也可以看见反转迹象 另外是预期资金流动性以及增长潜力 渴望在明年回升 也有机会支持到香港中国股市的后市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